大家好 歡迎來到慧眼看中國 我是孫寧 冷清的環境 陰森的氛圍 這棟商場裡真的連一個人都沒有 輕輕的說一句話 都有回音 雖然還有一些正常營業的店鋪 但空無一人的環境 再加上昏暗的燈光 好像是下一秒 商場就要倒閉了 還有這個位於南京周邊有100萬消費人口的商場 由於無人光顧 這個商場即將面臨關門整改 男子說 這不搞笑嗎 冷冷清清的就只有奶茶店和咖啡店開業 其他全倒閉了 這個實體經濟真的咬人命啊 不知道這個商場未來如何啊 現在是幾乎全關門 一樓都關門 樓上還敢想嗎 說實話 在這裡上班都有點害怕 說實話 商場就得好逛 要推陳出新 沒有人逛了 怎麼辦呢 不只是前面視頻中的這兩個商場 中國各個地區的超市商場都呈現著迅速凋避的狀態 比如說 民川空無一人的優越城 還有南寧一家空無一人的大商場 還有週五晚上無人光顧的永輝超市 給人一種實體店快要滅絕的錯覺 在中國經濟形勢急速瓦解的現在實體商場的凋零 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見怪不怪的現象了 10月28日 中國零售業又爆出大消息 昔日明鎮兩岸三地的台灣大型連鎖 量販超市大潤發要被賣了 有知情人士向媒體透露 大潤發母公司港股超市龍頭高新零售 正積極尋找買家 作為高新零售的重要資產 在台灣起家的大潤發超市一度風靡中國 是零售史上第一家 完全由華人自行設計規劃管理的 大型連鎖量販超市 大潤發的故事最早起源於1943年的上海 後歸屬到台灣的潤太集團 1996年 潤太集團管理層在台灣成立大潤發 1997年3月即在台灣桃園開出第一家大型現代化超市 並於1998年進入中國大陸 當年7月在上海開設第一家大型會員制連鎖綜合超市 截至2021年大潤發已在中國大陸地區 成功開設近500家綜合性大型超市 1999年大潤發曾因創下240億元營收 震驚全球零售業 到了2000年為了擴大市場份額 大潤發與法國歐上合資加碼全球化 9年後 大潤發再創奇蹟 以404億元營收規模力壓加勒福 登頂中國超市之王 在2011年大潤發 歐上集團合併港股 IPO 推動高新零售超越沃爾瑪為中國最大零售商 但隨著由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提出的新零售概念 即電商大時代到來的衝擊 高新零售開始屢次碰壁 2017年在各方的撮合下 阿里巴巴赤資28.8億美元突擊入股高新零售 又追加280億港元投資拿下72%的股份 晉升成為公司控股股東 這筆交易間接讓高新零售的市值突破1000億港元 然而好景不長 在阿里巴巴接受高新零售期間 公司陷入經營性虧損 業績萎靡不振 幾年下來高新零售迅速失去優勢 市場市值更是距離曾經的1000億港元的巔峰 越來越遠 有800億港元灰飛湮滅 在中國零售歷史裏大潤發對零售業的 啟迪和貢獻是十分巨大的 是真正意義上的民營超市先驅 直到2024年大潤發崩不住了 他們在2024財年年內虧損16.68億元 虧幅達到驚人的2238.5% 他們的財報解釋說 虧損是大潤發經營不利 持續關電等問題導致的 外界也傳出大潤發此前有2萬多名員工離職 最關鍵的是這一波虧損 讓董事會 金主爸爸阿里巴巴失去了耐心 在這期間高新零售領導層換人 阿里巴巴終於想到了啟用昔日大潤發 法國歐上時代的老將沈輝 據說沈輝1999年便加入法國歐上子公司 他與大潤發法國歐上時代的員工有著深厚友誼 熟悉業務離開零售業 他入行旅遊並且決定自己創業 可現在董事會又想起他了 儘管挖來老將阿里巴巴對大潤發的態度 早已不是從前 馬雲時不時仍在海外更關心出海的電商 執掌阿里巴巴大旗的董事會主席蔡崇信 愛好投資與籃球 當年阿里巴巴入估高新零售本就不是蔡崇信操刀 在前CEO張勇離開之後恐怕很難有人會對大潤發保持耐心 上半年業內有消息稱 阿里巴巴要出售大潤發 並重新評估其下零售資產 阿里巴巴CEO吳永明也表示 阿里巴巴的優先方向是 網際網路平台業務 AI驅動的科技業務 全球化的商業網路 之後公司將更堅決的投入更果斷的取捨 從阿里巴巴之後的操作來看 投入就是投科技 捨棄與科技無關的產業 那自然就是對傳統零售業的投資 如今高新旗下的大潤發被傳出 要被出售 不免感慨 一代超市之王為何落得如此的結局呢 其實從9月底開始 短短一個月內 中國零售業就已經變天了 這一個月裡發生了三件關於零售業未來格局的大事 永恢超市步步高 以及大潤發超市都相繼爆雷 首先是9月下旬 累計融資超過200億元的昔日 中國最牛超市永恢超市大股東宣布換人 通常被換作10元店的每股上市公司名創優品 以63億元交易座架接盤永恢超市 促成了2024年零售業罕見的收購案 這筆交易當時引發震動 股東京東虧錢大撤退 投資傳統零售是網際網路各路大廠 為了搶佔風口之後深謀遠慮的結果 搞零售靠線上是不夠用的 要實現線上和線下的融合 構建生態服務閉環 京東創始人就是思考到了這一點 提出了夢想打造全球零售巨無霸 並在2015年堅定不移的發展線下 終於他挑中了永恢超市 為了這件事 京東創始人劉強東 特意去了一趟福州永恢超市 他有感而發說 永恢超市生鮮供應鏈模式 不具備複製性 這和京東一樣 其他企業無法複製京東的模式 之後京東就花費43.1億元入股永恢超市 劉強東成了網際網路電商中第一位 敢於投資線下傳統零售的老闆 但好景不長 可能是網際網路行業的內卷 或者是同行之間互相看不順眼 京東入股永恢超市的第二年 馬雲就出手了 他在雲七大會上首次提出了五新戰略 就是新零售新金融新創造新技術新能源 他格外強調了新零售概念 並說這是對傳統零售的一大挑戰和機遇 可現實是永恢超市從2021年開始就爆發了 持續三年的經營性虧損危機 2021年到2023年 永恢超市累計虧掉80億元 2024年 永恢超市向中國傳統零售非標準性樣本 沒有網際網路大廠進駐的胖東來請教經驗 但最終的結果並不好 緊接著京東繃不住了 哪怕虧錢也要撤退 京東投資永恢超市的結局已遺憾落幕了 永恢超市爆雷的影響還沒有結束 今年10月份中國傳統零售王步步高也爆雷了 步步高雖是傳統零售 但夢想跟劉強都一樣打造零售第一人 步步高創始人王田 是與胖東來創始人于東來齊名的人物 是中國民營超市的最有名的兩個人物 跟網際網路大廠玩轉外資 依賴融資不同 王天並不想被撤走 不想中國零售業落入外資之手 於是決定成立步步高 但王天的思路裡 有一點跟網際網路大廠的玩法相似 就是用不斷擴張的門店 不斷增加的業務 不斷增加的員工 打開零售巨無霸的大門 而網際網路行業的玩法 就是規模化和市場佔有率 王天用這個玩法玩的特別狠 僅一個超市就設立了 大約50個控股的子公司 王天認為在2008年 中國舉辦奧運會的時候 繼續擴大公司規模的歷史機遇 引來了 他把步步高推向資本市場 成就步步高成為民營零售 第一個真正意義上 連鎖超市上市公司的佳話 到了2016年一切都變了 馬雲那句新零售概念 影響了步步高的戰略 雖然新零售概念是挑戰與機遇 可對傳統零售來說主要是挑戰 傳統零售的重資產 與網際網路電商的輕資產 本身是融合與對立的關係 這其中的對立關係 導致了步步高的失敗結局 2018年步步高推出 步步高智慧零售項目 反響卻很一般 與網際網路大廠合作不順的王天 反其道而行 轉身加槓桿進入房地產 那個階段 中國房地產拉開了轉型大幕 萬達恒大碧桂園 萬科等房企舉步圍堅 專業的房企如履薄冰 對於不專業的步步高進軍房地產的舉動 曾有觀點說 是新零售擾亂了步步高的陣腳 才讓它四處亂撞 2022年步步高最終還是布了永輝超市後塵 爆發經營性虧損危機 2022到2023年步步高累計虧掉超43億元 與永輝超市一樣 他們也在積極尋求胖東來的援助 2024年一季度 步步高拉來胖東來管理團隊 專門研究胖東來成功的特質 包括壓縮營業時間 提升員工福利等 胖東來可謂是中國本土超市中的奇葩了 服務好善待員工有爆款商品等優點 為胖東來的標識 被稱為中國零售業的藝術 但是胖東來幫得了一時幫不了一事 步步高投資集團最終還是申請破產 外界本以為永輝超市步步高之後 中國零售會恢復平靜 但沒想到下一個會是大潤發 馬雲喊了多年的新零售概念 搞來搞去阿里巴巴還是要參考 京東撤離曾經巨額投資過的大型超市 大潤發的命運拐點 標誌著中國零售業已然變天 傳統零售業的沒落 是由多個因素的共同作用 除了高成本壓力和市場競爭激烈外 大多數人認為大眾消費模式的轉變 對中國零售業的衝擊最大 尤其是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和電子商務的發展 越來越多消費者傾向於通過網路平台進行購物 線上購物具有便捷性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等優勢 消費者可以隨時隨地瀏覽和購買商品 並且能夠比較不同商家的價格 換人產品信息 選擇範圍更廣 尤其是近年來 中國網路零售市場規模持續增長 確實對傳統零售行業造成了巨大衝擊 但其實中國經濟下行 網路零售業績也在不斷下滑 經濟低迷導致民眾信息減退 民眾不願意花錢買單 才是傳統零售行業無法生存的底層邏輯 中國最大的購物節雙十一 在10月14日拉開了許小活動的序幕 但大多數商家和零售業分析師 預測今年的銷售將和去年持平 或者頂多實現不溫不火的增長 因為他們注意到中國消費者 仍然對現在的經濟困境感到沮喪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家具銷售商吳謙說 他今年之所以在京東上註冊店鋪 是因為這是一個清理庫存的機會 或許還能從中賺點小利 但他並不指望購物節會帶來整體銷售增長 他說消費者不會再等到購物節才購物 中國電子商務平臺的多樣化 意味著他們一年司機都有各種選擇 從數據提供商星圖數據的估算來看 去年中國主要電子商務平臺的累計銷售額 僅增長了2% 達到1.14萬億元人民幣 這與曾經的兩位數增長速度相距甚遠 獨立電子商務專家魯振旺對此評價說 現在一切都很平靜 供應商變得更加理性 GMV不再是核心追求 利潤才是 但是利潤目標很難達到 因為競爭仍然超級激烈 好的產品只有價格更便宜才能賣出去 中共當局和央行在今年9月份 曾承諾將採取廣泛刺激措施來提振經濟 包括降息和支持股市 但呆賣啤酒製造商 加士博首席執行官雅各布奧魯普安德森向英國金融時報透露 北京政府目前的刺激措施並沒有產生影響 因為加士博和百威多有著百威英博的財物報告分析出的結果都是 中國銷量低於預期 對於這些海外零售品牌來說 中國經濟明年是否恢復性並沒有明確的定論 中國核實復興難以預測 雅詩蘭黛削減了股息 放棄了盈利預期 原因是中國銷售大幅下滑 雅詩蘭黛公司還對其他公司提出警告說 中國經濟復興速度慢於預期 包括奢侈品、美容和啤酒公司以及汽車製造商在內的西方消費集團 也一直受到中國消費支出放緩的嚴重打擊 他們都認為中共迄今為止 宣布的措施不足以 在未來幾個月大幅提振經濟增長 全球最大啤酒製造商百威英博首席財務官費爾南多 滕南豹姆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表示 中國消費者變得更加謹慎 外出次數減少嚴重打擊 百威英博專注於夜生活的啤酒產品組合 奧魯普·安德森也表示 中國消費者信心已經顯著惡化 導致加世博第三季度中國市場銷量下降6% 百威英博在中國的銷售額下降14.2% 雅詩蘭黛的競爭對手歐萊雅上週警告 中國的情況更加嚴峻 因為中共政府打擊代購的舉措影響了銷售額 法國奢侈品巨頭陸威明宣集團 10月15日公布的第三季度銷售額下降了3%低於預期 這是從疫情爆發以來 該集團首次出現季度銷售額下滑 零售業的含義還在不斷地向上傳遞 10月29日晚間被稱為零售之王的招商銀行 披露了2024年三季報 該銀行前三季度的營收、淨利、費息收入、淨利等 多項核心指標均出現下降 而負債總額卻增長到了5.56% 大概10萬億元 不僅是招商銀行在已經披露2023年年報的 22家A股上市銀行中 工行、建行、農行、平安、經業等 13家主要銀行營收出現負增長 而銀行出現負增長的主要原因是 銀行淨息差下降 淨息差是銀行淨利息收入和全部生息資產的比值 是衡量銀行營收增長水平的重要指標 淨利息收入佔中共主要商業銀行營收的70%到80%乃至更高 根據金融監管總局數據顯示 2023年末 商業銀行淨息差一下滑到1.69% 中共國家金融監管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雲澤也曾表示 目前貸款利率已降到歷史最低位 銀行淨息差也降到了20年以來最低水平了 好 感謝您收看混眼看中國 歡迎訂閱關注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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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rterly